谈点黑寡妇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黑寡妇全名纳塔莎·罗曼诺夫 出生于1984年 该角色由女演员斯嘉丽约翰逊视野 是电影宇宙里的初代黑寡妇 但是在漫画里 其实一共出现过三代不同的黑寡妇 初代黑寡妇名为克莱尔瓦扬 她是漫画里二战时期的一个反英雄角色 也是漫画里第一个使用黑寡妇这个称号的角色 虽然说是黑寡妇 但是她和大家熟悉的黑寡妇纳塔莎并没有任何关系 二代黑寡妇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纳塔莎·罗曼诺夫 在漫画里的她是出生于1928年 在设定里仅比每对小十岁而已 三代黑寡妇名为叶莲娜·贝洛瓦 在漫画的设定里 她是一个由红房训练出来的特工 曾加入过神盾局和雷霆特工队 而在电影宇宙里 她则是变成了纳塔莎的妹妹 纳塔莎在弗联寺里牺牲之后 叶莲娜则是继承了黑寡妇这个称号 成为电影宇宙里的二代黑寡妇 而本期冷知识主要讲的是 黑寡妇纳塔莎·罗曼诺夫 知识二 无论是在电影还是在漫画的设定里 纳塔莎都是由红房训练出来的优秀特工 她精通各种格斗技巧 是一名顶尖的武术家 她精通空手道 柔道 以及法式拳击等各种格斗术 而且在红房时期身体经过基因改造之后 她的免疫力得到了增强 摔老速度也得到了大幅度延缓 而且她的恢复能力还是正常人的五倍之多 也因为基因改造的原因 黑寡妇彻底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知识三 黑寡妇除了自身优秀的身体素质 和顶尖的格斗技巧之外 她的武器装备给她增加了更为丰富的格斗方式 而她双手佩戴着类似于手镯形状的武器 则是被称为寡妇车 这个寡妇车可以发射出子弹 微型炸弹 催泪瓦斯球 和高达三万伏的电流以及寡妇挂钩 此外她的战衣还是一种由特殊材料制成的 在手脚处都装置了锡盘 使她能够跟蜘蛛侠一样 在墙壁上或者天花板上攀爬 知识四 电影《黑寡妇》是寡妇唯一的一部个人独立电影 将述了寡妇将会面对一场 和她过去经历有关的危险阴谋 在这部电影中 就引出了电影里的二代黑寡妇叶莲·贝洛娃 除了二代黑寡妇之外 电影里还出现了身穿白色战衣的寡妇 而这件战衣的灵感 是源自漫画《黑寡妇》致命起源 但是这件战衣在漫画里 寡妇也就穿过一两次而已 因为这主要是一件在执行雪地任务时 才需要穿的战衣 知识五 在漫威电影里 黑寡妇是其中感情线最乱的一个角色 她在《钢铁侠2》里 就和托尼史塔克有过些许的暧昧 在电影《美队2》里也曾调戏过《美队》 甚至到了《复联2》里 还和班纳博士成为了相互依赖的情欲 而相比于漫画 电影里寡姐的感情线却不值一提 漫画里的寡姐曾和担任他教官的东宾有过感情 也和鹰眼有过一段复杂的恋爱关系 甚至离开鹰眼之后 还和夜魔侠在一起了 后来为了执行任务 还和红色手未结过婚 甚至和大理神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恋人 可以说寡姐的感情线 无论是在漫画还是电影里都非常的混沌 知识6 虽然在电影和漫画里 寡姐都因为身体被改造无法生育 但是在漫画里 寡姐却突然有了一个一岁多的孩子 漫画里的寡姐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中了麻醉蛋 被她的对手葵蛇夫人所控制 三个月之后寡姐再次出现 但是她却被洗脑 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以及自己的孩子 后来鹰眼等人对这个孩子进行了基因比对 确实是寡姐的孩子 只不过这个孩子可能是利用寡姐的基因 通过类似克隆或者试管婴儿的技术诞生的 毕竟寡姐才消失了三个月 就突然有了一个一岁多的孩子